每天呢要做饭不知道吃啥 今天咱们到超市里边来找找灵感 好可爱的小狗狗猫猫玩具 今年这个物价呀 真的是没法说 什么都是贵的 贵也没办法 每天一颗蛋还是要有的 明以时为天 今年的菜那是真的贵 好价钱 贵是贵了点 但是一日三餐什么都少不了 鸡鸭鱼肉 今年的价钱也是特别的好 我超市回来了 真的是一日三餐离不开柴米油盐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 就是这样 一天三顿饭 然后工作呀 孩子呀家庭呀这些 已经够我忙活的了 今天呢我要用另外一种和面的方法 来做一下这个老大同的馅饼 其实和我们平时和面的这个手法是不一样的 今天我用这个方法做一下 看看我能不能做成功 首先呢我们先备上一碗白面 然后倒在盆里 烙出来的馅饼好不好 其实和面也是特别重要的 500克的面粉里倒入450毫升的温水 然后给它搅成面团 其实像我今天做的这个馅饼的皮呢 里边的含水分量真的是特别多的 平时我们要做馅饼的话用不了这么多 然后我们朝着一个方向 把面团搅至没有干面粉颗粒就可以了 面搅好了以后呢 我们先给它盖上锅盖 饧15分钟 面呢已经和好了 在饧发中 现在我们来调个馅 今天做馅呢 我选择的是二肥八瘦的肉 做馅呢不用全部选那种精瘦肉的 稍微带上一点肥肉 捞出来的饼更香 我们先把这个猪皮给它去一下 去了皮的猪肉 我们用刀给它切成小块 方便我们在料理机里边打 肉馅儿搅好了以后呢 我们倒在一个碗中 肉馅儿准备好了以后 现在我们来放一下佐料 我选择的是一块老姜 先给它去了皮 然后给它切成丝 调馅儿的时候里边放上一些姜 不仅是去腥的 而且它还特别的提味 然后我们再用刀给它切成姜末 越碎越好 把切好的姜末放到肉馅里 然后再切点两块五一斤的这个大葱 给它切成小葱末 然后再把切好的葱末放进来 现在呢我们要用花椒来泡一个花椒水 把我一直不舍得吃的这个好花椒拿出来用开水泡一下 这会儿呢花椒水已经泡好了 泡上五分钟左右 这会儿面呢已经醒发够十五分钟了 然后我们用筷子朝着一个方向使劲的搅 直到给面上了劲以后 这样就弄好了 然后我们再继续醒发 肉馅里边东西全部准备好了以后呢 现在我们来调馅儿 首先呢我们现在里边加上两勺盐 搅上一勺鸡粉 然后呢我们给里边倒上一些老抽 再来点红麻油 在做馅儿呢我特别喜欢再弄点香油 蒸香 再把我们泡好的这个花椒水 用这个漏声露一下 然后一个方向给它搅 大家刚才应该看到我把大碗花椒水全部都倒在了肉馅儿里边 这样呢做出来的这个肉馅儿它是不柴的 因为瘦肉比较多 我们一定要给它多搅一会儿 直到肉馅儿把所有的水分全部都吸收了就可以了 调好的肉馅儿呢 我们先给它放到冰箱的冷藏里边 冷藏一个小时 让这个猪肉充分的把这个水再吸收一下 醒了一个多小时的这个面 就是这个样子的 特别的软 特别的筋道 放到冰箱里边一个小时的这个肉馅儿 现在是特别的紧实 不像刚才我们在搅的时候是那样的特别没有韧性 在做之前呢我们要先找一只碗 然后里边倒上一些油 然后呢我们给手上抹点油 大家看一下 有多筋道 所有的都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来开始做 现在呢我们先来揪上一块面 揪好的面剂子 我们给它放到干面粉的盘里 打个滚 等所有的面剂子全部都裹好面粉以后 我们再给它放到案板上醒发15分钟 现在呢面已经醒好了 然后我们来做馅儿饼 我先取一块儿醒好的这个面 然后用干面杖给它擀开 擀成一个圆形的饼皮 然后呢我们挖上一些馅儿 然后我们就像包包子一样 把这个面给它捏到一起 因为面特别的软 所以说大家在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包这个馅儿饼呢 我们首先是给它包成了这个包子的样子 一定要把口收紧 不然的话里边这个汤汁会移到饼城里边 饼城提前预热 然后倒入红麻油 把我们的饼放到里边 然后用手给它均匀的按压开 按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力度均匀 不要把饼皮弄破 我们再用刷子给它上边 再刷上一些油 像我们这个饼子呢 由于它这个皮比较薄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烙25秒钟左右 然后我们给它翻个个儿 现在我们来准备包下一个馅儿饼 包好以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案板上给它压平压扁 这会儿第一张馅儿饼已经捞好了 然后我们给它放到盘子里边 记着每放上一张饼 我们必须用刷子给它表面刷上一层油 一会儿功夫 第二张饼也已经烙好了 准备出锅 做这个饭呢 就是有点太油 所以说我又围了一个围巾 只要手法熟练了 其实烙饼也是特别快的 大家有用这么软的面做个烙饼吗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 一会儿功夫 六张大饼烙好了 这已经是最后两张饼了 烙好了马上就可以吃饭咯 给大家看一下我烙的饼 可是烙好了 先来看一下这个饼的柔软度 大家看一下 特别的软和 先来吃一下 馅饼的做法多种多样 从和面到半馅 其实每一步都特别的关键 在做的时候呢 因为加了这个花椒水的缘故 所以说这个馅呢 是特别的嫩 吃饼的时候呢 还可以再给他加一些三西老藤醋 加了醋的饼 在我们三西呢 绝大多数的人是特别喜欢吃醋的 尤其是这种带馅的 再倒上一些醋更美味 今天这个馅饼可是吃美了 大家如果也有想做 金姐今天做的这个馅饼的话 大家可以按照我的教程去做一下 里外的皮是特别的虚 特别的软的 吃到嘴里那个肉馅也是不柴 虽然说我放的那个瘦肉比较多 但是因为我们加了花椒水的缘故 而且加的量还不少 所以说做出来的这个肉馅 整体来说还是特别嫩的 特别软 所以说这个大家值得去尝试的做一下 其实我呢 也是第一次用这么软的面 然后去做这个馅饼 对我本身呢 其实也是一个挑战 但是今天 居然我把这个软面愣是做好了 所以说呢 你们想吃的话 也自己动手 学着做起来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